新北五谷区新增里里长郑国荣 他不但热心为里民服务 更以行动来关怀弱势朋友 日前他就捐赠了白米给自己的母校 根疗国小 他希望学生能够吃的营养又健康 十四宝米共七百斤 从新增活动中心出发 搬上货车要送到临近国小区 合力推进厨房 新增里里长郑国荣 捐米给根疗国小 让学校能选择更多好食材 维护学生健康 新增里跟新增社区 跟根疗国小一向以来 是学校社区一家亲 那我本身也是根疗国小 第30届的校友 所以说对根疗国小 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期待跟关爱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们郑送白米是要给 整个在比较弱势的一个家庭 在整个营养午餐补给商 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供应 正逢物价长 原先每位学生只能吃到45块钱食物 食材要怎么挑的便宜又健康 对校方来讲是一大考验 如今有了这些白米 节省食物经费 让弱势学生在校园中就能补足营养 因为我们现在新北市有推动 四张一Q的这个认证 所以我们在各项的食材的把关 跟选择方面都有更高的标准 也是来保护孩子的健康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由于理长跟理事长 他们的爱心 可以让我们有多余裕的经费 可以在采购食材方面 能够更加丰富多元 然后选择更好的食材 来维护孩子的健康跟成长 郑国荣出了社会 不忘回馈母校 更为弱势家庭 在寒冬中注入暖流 让爱心弥漫整个校园 记者沈舅林区新闻市采访报导